韩剧除了男一女一言之高 围绕在主角身边的男二女二 也同样是俊男亮女荡 甚至还会因角色讨喜而反客为主 聊到比男一还强劲的 当然不能不提startup的金轩虎 在近期播出的几不好口碑韩剧 例如《涉内相亲》25、21等 好几位剧中的男二女二都表现出镜 他们可会很快脱颖而出 薛仁雅在《涉内相亲》中饰演千金陈映书 因为抗拒政治婚姻 而要闺蜜小资女身下力 代替她与食品公司社长江泰武相亲 因而促成男一女ECP的恋情 然而就在大家沉溺于主角猫抓老鼠的爱情时 女二薛仁雅竟然超车 与男二车成勋以上演酒醉告白 接吻一夜情 而小两口的感进度 更是让很多人发出义母笑 薛仁雅国中时期开始舞蹈和唱歌训练 当了四年练习生后 朋友陆续离开公司 当时高三的她决定念大学 并在考上首尔医术大学表演系后 立志朝演员发展 她在出道作品制作人饰演IU的黑粉 仅出现几秒 之后在狱中 花 大力 女子都奉顺学校2017 只是配角 2018年 她在KBS日日剧 明日也晴朗 首次出任女主角 该剧成绩非常亮眼 她因此知名度大增 隔年再度在KBS周末连续剧爱情是Beautiful 人生是Wonderful丹正 继续收割许多粉丝 她在青春记录饰演普宝剑前女友 因男方家境条件差而分手 角色让她受到不少批评 但亮丽外表引人注目 之后在哲人王后饰演逐渐黑化的后宫赵花珍 展现了更沉稳的演技 这次在社内相亲人设讨喜 表情逗趣 对比金氏正稍显夸张的演技 更加吸睛 陈映书家里出现蟑螂 他吓得冲出门 正好跳到车成勋身上 车成勋也很害怕 但还是用杀虫剂杀死蟑螂 陈映书欲偷拍犯产生恐惧 不敢在外头上厕所 有一次真的忍不住 公厕的门却锁着 车成勋奋力为他撞开门 陈映书后来酒醉向车成勋告白并现吻 隔天醒来惊讶自己在车成勋床上 虽然是木讷寡言的直男 虽然碍于英身为江泰武下属家死党身份 而刻意与陈映书保持距离 可是仍然满力十足地在对方有难时解围 另外 再加上温柔稚气的外表 在脱下衣服 一夜晴那一幕是有出令人炸舌的结实肌肉 如此的反差萌更是容易迷倒女粉丝 金明奎一直担任配角 没能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一改奶油形象 在雪江花饰演朝鲜特务 为角色晒黑和做体能训练 展现反差极大的形象 今年的社内相亲随着收视率节节上升 令金明奎在积累人气 不少人更是开始追溯回他早前的作品 另外金明奎曾在综艺节目看见你的声音 展示歌唱实力 低沉嗓音俘虏一众女嘉宾 指呼她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 金志炎饰演国家机舰队成员高佑林 与剧中女主罗西都市网友 是闺蜜 是对手 有一变化复杂 除了友情的部分 最让观众关注的是她和文志雄的纯纯之爱 崔显虚饰演她的同学文志雄 从来都毫不掩饰喜欢高佑林 另类告白逗得对方喜滋滋 高佑林没带课本被老师罚贵 文志雄立即将自己的课本借给另一个同学 跟着高佑林一起罚贵 高佑林为了准备比赛要住进选手村 文志雄担心 那里有很多又帅又有才华的高佑林粉丝 高佑林说她不和粉丝交往 文志雄立即说 我不是你的粉丝 文志雄后来在校内演出时 在台上用唇语向台下的高佑林正式告白 高佑林 我喜欢你 我们交往吧 她微笑点头 她低头羞笑 两人表情如此单纯无邪 让人看得双眼跟着冒出爱心 金之言以女团宇宙少女出道 不久就有戏剧邀约 先是在芝加哥打字机客串 之后在最佳的一集担任配角 童年在内衣少女时代首次单正主演 2018年 她与何西晨出演《你的管家》 2020年演出大热周末剧 三光公寓 演技和人气持续增进 金之言不孝时有种冰山美人感 但微笑时则有温暖活泼的感觉 气质非常符合25 21的角色 赛场上沉着冷静 与朋友一起实则单纯活泼 在剧中饰演七班小可爱的文志雄 是不是会让你联想到班上皮皮 可是又嘴硬心软的那一位 她的撩妹语露 总是让生活处处 有烦忧的高又龄发出会心一笑 难怪她最后在接受告白后说 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在高又龄因为家中的账务而决定规划 远走俄罗斯时 她赶到机场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心 这一段也让人瞬间觉得小可爱 因为爱情的色长大了 其实 从Racket少年团到25 21 崔显旭外形成熟好多 还差点没认出是同一人 崔显旭2019年加入金秀贤经纪公司 Gold Medalist 童年以高人气网剧 Real Time Love 一出道 之后继续参演该剧后三季的演出 也演了网剧《曼斯男女》 有网剧男神网路男友等称号 他其实是棒球选手出身 从国小到高中一年级打了十年棒球 但2018年高一时手肘受伤动了手术 之后身体无法附和 只好放弃棒球生涯 他开始思考未来的路 抱着平时喜欢看电影 如果把演员当未来职业会怎样的想法 决定当演员 崔显旭在模范计程车饰演 校园暴力加害者 虽然才出演两集 但好演技让观众印象深刻 之后在Ragged少年团展现 截然不同的形象与魅力 这次在25 21深情又幽默的角色设定 也让人越看越欢喜 不靠爱情献吸睛 在剧中饰演学霸班长 齿生丸 以帅气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除了超级尊敬学长 齿生丸也非常讲义气 因为看不惯校园暴力 而在一次死党文志雄被暴打时 公然与殉岛主任对抗 甚至报警处理 然而 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而导致事件 就这样不了了之 齿生丸为了不向强权和不公低头 在与妈妈相拥而弃 商讨修学以否的那一段举马 令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其实 李昼明也是超龄演出高中生 今年28岁的他 原是模特儿出生 而172厘米的高挑好身材 令他时尚气场十足 除此之外 他的美丽直角尖 更是什么衣服都能完美驾驭 李昼明在私底下 也表示自己很爱音乐 尤其是Hip 这样的他是不是更能让你联想到迟生晚 李昼明出道做事2019年的各位国民 也曾在机智一生生活 客串演出郑静号的酒驾前女友一角 在盖洛斯是女主艾莉的闺蜜 他也在访谈中表示 自己对这个角色最为印象深刻 在剧中饰演气象记者蔡刘靖 为男主李时宇同居的前女友 因劈腿男二含气郡而让女主沉下惊 在婚前伤心欲绝而分手 然而 这段四角恋 并没有因出轨男家小三的结婚而完结 两对关系错终复杂的男女 在之后又因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而让戏里戏外的人宛如雾里看花 Y U R A 虽然在开播的前几集音小三形象 再加上抛弃宋江的角色 令观众对他难免反感 但是不得不说 Y U R A 真的非常漂亮 白皙的肌肤和大眼睛 没有妖媚和拜金女的气场 而随着剧情发展也慢慢揭露 他因想要一个自己的家 以及在婚后与影博的种种争执和不顺利 而让人稍微忘了白眼他在感情上的污点 他甚至还成为宋江的倾诉对象 开解他和蒲敏英的种种感情纠纷和纠结 Why U R A 其实是女团Girlsday的成员 在气象厅的人们 社内恋爱残酷史片之前也参演了《宪政分手》中 在剧中饰演网红慧玲 颜值和身材都在线的她 在女团自然是颜值担当 而她还有一双笔直性感的美腿 据说经纪公司还为她的美腿投保 在加入演艺圈前 Why U R A 其实毕业自卫山艺术高中 画画造诣高 更是网友公认的偶像界画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